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介绍2023年11月绿卡牌期 那我们知道呢,最近新的财政年度已经开始了 前一段呢,这个10月的绿卡牌期,EB2和EB3的类别都有较大幅度的前进 一时呢,大家都很高兴 那么11月的牌期呢,出来的比预计的要早一些 现在移民局和这个国务院都已经公布了 那么11月的绿卡牌期呢,基本上原地不动 没有前进,只有让很多人呢,又比较悲观 那我们在这里呢,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式提供这方面的建议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绿卡牌期的形式 现在呢,EB1类别呢,这个牌期大概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EB2,EB3呢,这个作为职业移民 移民局呢,现在都还是开放这个filing date,所谓表币 在11月也是这样的 那么EB2,EB3呢,分别排到了 2020年的1月1号和2020年的中间 那如果大家回忆起来呢,这个疫情发生 到现在,是吧,好像觉得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 如果在疫情发生期间 比如说2020年的上半年提交EB3的perm申请 现在排期已经排到了 所以呢,距离现在呢,是三年多的时间 根据表币,时间并没有那么久 我们回顾了一下,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大概2017年的时候 就有一些人说,以后排期要排十年 那么已经六年多过去了 排期呢,实际上现在呢,还是四点左右的时间 那如果说2017年18年 有人因为这些原因 他就悲观放弃了这个申请 那就失去了错过了这个机会 而如果那个时候申请的呢 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拿到绿卡了 此前我们曾经有一个介绍 我们有一位客户 他是EB2类别的 他的优先日期是2019年的中间 那么现在呢,他的485都已经批准了 所以呢,就像小马过河 水不像牛伯伯说的那么浅 也不像小松鼠说的那么深 那坦率的说呢 排期归根到底呢 不是个人能够控制的 对吧,有的人用各种算法 说这个排期应该按照我预计的这个情况来走 那就像你做理工科科学实验 对吧,如果你的理论和现实不相符 那你需要修改理论 而不是说现实需要按照我的理论来运行 那好多时候呢,这个数据 因为有很多是不全的 比如说有多少人申请了不止一种 有多少人中间离开了 对吧,有多少人又升级降级的 那你没有这些数据 那只能是garbage in,garbage out 得到的这些预期呢 很多也都是靠不住的 实际上呢,在过去一两个月里 大家都已经提到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美国移民局呢 还是为申请人尽量提供了各种便利 比如说前一段有说法呢 讲你办485 这样的EAD呢 以后有可能5年有效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等待485期间呢 不需要再办EAD的更新 另外呢 那有的人说 H1B我只能拿6年 那到期了怎么办啊 实际上有两种办法 根据AC21 不管你的排期是否已经排到了 只要你的140批准了 或者判定超过一年 那么要么你可以根据104C入 一次延期三年 要么可以根据106A这个入 一次至少延期一年 我们有不少客户 也是这样政策的受益者 有的人说呢 我考虑说办加拿大移民 as a buy card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你事先要了解到 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能得到的是什么 对吧 比如说你去了加拿大 如果说要加入加拿大集 再到美国呢 那你需要 比如至少三年时间 这样才能够入籍 入籍以后到美国呢 是用TN签证来工作 并不是所有的工作 都能够支持TN签证 那当然更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支持 所以用TN签证 比H1B当然有优点 但是主要的一个优点 也就是在于不用抽签而已 那仍然是签证 你从A公司换到B公司 还需要新办签证 那么配偶如果是拿 Dependent的TD签证 他是不能够工作的 那总体来说 你去加拿大的时间 至少也要三年 如果说你能够在美国 解决签证身份问题 那还不如留在美国 继续的办理绿卡 可能还有较早的优先日期 我自己看到的了解的 而文目睹的情况 还是有不少人 办了加拿大移民 入籍加拿大以后 又办的美国绿卡 那么前后需要的时间更长 那有的人说 现在要办美国的签证 Path 比原来要更难了 那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 比如说 想着说我在中国大学毕业了 我到美国读一两年的一个硕士 然后马上我就拿到一个高薪工作 然后一路顺利的取得绿卡 那像这样的 当然是有 但是要么是非常lucky的 或者它是背景很强的 直接像这样一帆风顺的恐怕不容易 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只要持续的努力 还是有更多的人 可以取得美国的工作签证 或者绿卡 那我们周围 包括我们的客户 朋友 其他人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例子 总体来说 美国的移民的排期形势 那现在当然前进的速度并不快 但是现在等待的时间相对来说 还不算很长 说的直白一些 对吧 那你在等待绿卡的时候 只要有在美国的合法的签证身份 或者有合适的工作机会 对吧 马照跑 舞照跳 那生活仍然会继续 对吧 那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我自己提交前面的NIW批准啊等等 还是比较顺利的 在PhD毕业以前就提交了申请 后来就取得了批准 但是呢 在办案485的时候呢 遇到911 后来移民局呢 整个就都机构进行了改革 那么处理的时间也就拖延了更长 我的485申请呢 等了两年才批准 在这个等待期间呢 当时也就没有能够做更好的准备 说批准以后去做别的事情 那么在绿卡批准以后呢 又过了一年时间 后来才开始了新的career 回想起来 如果在等待绿卡的期间 就做更多的准备 那么在拿到绿卡以后 马上呢 就可以更快的这个take action 节省时间 对吧 那么排期 以及移民局 用多长时间来处理你的case 这个很多时候呢 不是个人能够控制的 但是呢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鼓励的方向 像这些方面啊 那这样呢 你这个等待时间就没有白费 在等待期间呢 你还可以继续在美国 积累生活的各种技能啊 以及其他的方面 包括比如说学历啊 想学的内容啊 等等 像这样的 那么总体来说呢 我们看到EB123几个类别呢 现在都有这样的排期啊 排期的时间应该说还不算太长 但是呢 有可能在将来前进呢 比以前要缓慢一些 但是呢 你在等待排期期间 还是可以更好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同时呢 还可以用各种方法 除了H1B以外 有其他的签证身份方式 维持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这个我们此前的其他的文章 视频也都讲到 好 那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